在北京有不少朋友被媒体采访过 但是被90岁老人采访 您经历过吗 我生平第一次接受采访 是在北京日潭公园 采访我的正是这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 老人家仅仅用了两分钟时间 就把我的家底翻了个底朝天 采访风格那是太专业了 不信你来听听 你老家哪的 山东的 我不知道那也是 也是 也在老家 好 户户都转来了 早转来了 大学毕业好转户 对对对 那你退休了 早退休了 多大 50多了 不小不小 你个小孩 对 闺女 儿子 儿子 那抱送了 没呢 你也不坐坐 好 坐坐 你那闺女是儿子 儿子 跟你在一起生活吗 不在一起 不在一起好 不在一起好 不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跟自己的妈妈在一起有点不方便 是吧 不方便是吗 那些二媳妇什么的 你说呢 对 你这跟你爱人一块放便一下对吧 对我们单独住 和他们不在一起 你妈妈多多四十了 我妈妈七十多了快八十了 你妈妈啊 爸爸呢 也是我爸爸八十了 伯伯都大了吧 对也都八十多了 那都棒 你有福都有 你看你就面善 是吗 你就满里的福效 谢谢 谢谢阿姨 你很幸福 是的 挺好的 您家离这挺近的是吧 你在哪住啊 我 我在 开车来的 我坐公交 坐公交来的 你大学毕业干什么 我大学毕业在 那你爱人没退呢 他没退呢 他上哪干什么 你刚才主动跟我打招呼 说明你性格好 性格外向 我竟跟人家打招呼 挺乐观的 你来北京多少年了 你住在哪里 老人家思路清晰 采访步步深入 有提问 有笑声 有赞美 重点是 最后总能把话题 引到正能量的路上来 实在让人佩服 中院老人家 福寿康安 永远与快乐相伴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